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这里聊球 现在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是关于CBA广东队相关的一个话题 广东队第一轮的比赛虽然说切葬了 在第二轮的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广东队的球员在球场上的状态是非常好的 不管是在进攻防守各大方面都表现出了很好的技术水平 球员在球场上的配合也非常有默契 通过这次出帐的名单还有工作人员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像秋标本来新赛季是要加入到广东队作为助理教练的一个身份 但是最后秋标还是忌绝加入广东队 想去国家队去成为助理教练去协助杜丰 在国家队的平台中学习到更多的知识 所以最后秋标是忌绝加入到了广东队 那通过广东队新赛季的名单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有一名球员是被广东队踩掉了 一个他的名字就是玛丽克在广东队也打了两个赛季了 上场杜丰也给了他足够的机会 但是还是打不到在一队的一个水平 所以直接会调到了二队去重点去学习 但是由于目前广东队的球员年轻球员是非常多的 所以杜丰给每一名球员成长的机会和时间是一样的 如果在球场上没有办法发挥出很好的一个技术水平 那新赛季就面临着退出 这个也是广东队新赛季的一个最大的变动 那以上就是广东队通过第二轮比赛的名单 可以看出来广东队的一个变动 也欢迎朋友们针对于这个话题 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点击关注 还有朋友们一定要长按点赞 一直按点赞可以把我这边的视频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看到 好了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上哦 朋友们拜拜 拜拜 The one that I need